這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那麼今天呢 跟這個總統蔡英文 兩個人呢 是一起到他們在 位在北平東陸的 這個競選總部來進行開箱 那麼這也是呢 蔡總統在選務的行程當中呢 首次來跟賴清德來同框 我們兩個人呢 進入到這個進班裡面呢 裡面都是滿滿的棒球風 那麼事實上 也有別具巧思的地方 那麼也代表說 這個總統蔡英文在過去 不管是在2016還是2020 這個進黨坐在這一邊 那麼希望將這整個這個運勢呢 都交棒給這個賴清德 那麼剛剛稍早 畫面先帶您起來看 他要推動的是一個 創新繁榮的台灣 那我相信在所有的候選人裡面 賴清德是準備最充足 也是最適合帶領我們台灣 繼續往前走的人選 這個競選總部的地點 就是蔡英文總統2016 2020勝利的地點 這是一塊福地 我希望延續蔡總統 兩次競選的福氣 在2024的總統大選 也能夠順利圓滿成功高票當選 延續綠色執政 在民主的道路上 持續壯大台灣 好可以看到總統也特別說希望將過去這個整個氣勢能夠交接給這個賴清德 那麼賴清德也在這個支持當中也特別強調說那麼整個全台灣的人民都是Tim Taiwan 那麼也希望大家能夠來支持他 好不過呢外界也會關注呢他現在炮火越來越猛烈 那麼被問到呢跟這個民眾黨的總統參選柯文成兩個人呢是否有這個見面談到相關的一個議題 還有這個包含呢這個板凳啊是不是有做三分之一那麼延遲交鋒 那麼今天啊這個賴清德特別強調說如果呢這個有跟這個柯文哲在小房間碰面的話 希望呢他能夠舉出立舉出實證在哪裡見面了幾次 那麼以上這些呢柯文哲所講話都是不實的